白云瑞一听啊 老师让自己练舞 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 按道不好 他心里最清楚 我现在是两个老师 一人教给我一样 有时候练着练着 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 就拿前者的事来说 我老师凌空一眼 就看出我受过 峨眉派的真传 现在好不容易 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 你说这又除了个老师 功也瘦长 一看我又练的是 少林的功夫 老头非几眼不可 倘若这两位高人 因为我在发生了摩擦 可怎么得了呢 云瑞非常聪明 眼睛一转 记上心头 师父 您招什么急呀 刚回来 您哪先吃饭 好好休息休息 等养足了精神 我再给您练 功也老健客一听 有点不高兴 有点不高兴 你这孩子怎么学的不听话了 方才我说过 我是个急性的人 吃喝都是小事 我最关注你的能耐 你练完了 我放心了 一高兴多吃鸡晚饭 你不练 我放心不下 快练吧 哎 好 不过师父 我还有点事问您 您临走的时候 说给我取点宝 这次您回来了 但不知这宝 带来没带来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还惦记这事呢 为师其实实性之人 怎么说的 我就怎么办 你看这宝里是什么 自己打开瞧瞧 哎 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 就为打岔 但能不练 最好现在不练 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 他把这包就打开了 先说这长条包裹 云瑞打开 一看 里面是鹿皮套 是用鹿皮 封制成的 在鹿皮套里头 装着一对 亮眼盘龙脊 就见光滑夺目 惹气鼻人 云瑞把双脊拽出来 屋里头 涮涮 就打了两道电闪 那寒光 把白云月乐的 真是爱不食手啊 好兵人 好兵人 怎么样 云瑞 威师告诉你 这是老师命根子 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 听说 这乃是列国造舰大师 欧爷子亲手打造的 你看看 那上还有转字 欧爷子是个驻舰大师 不光驻宝舰 其他的兵人 也驻过三四舰 这就是亲衣中之一 出一毛利刃 血铁如泥 因此为师 一直待在身边 不管多么好的交情 多大的人情 我也舍不得相赠 但是你 就不同了 咱们爷儿俩 相处一年多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 前途无可限量 威师 对你抱着 很大很大的希望 故此 以慈宝相送 你看如何 谢恩师 白云瑞跪倒 把亮音双吉 顶到头上 给老师磕了仨头 感动的不得了 但是云瑞磕完头了 脚这事不妙啊 我那个老师 凌空和尚 赠我一把宝刀 金丝龙林闪电劈 这事儿 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 你说这怎么办呢 早晚要露了线 我怎么劝说 怎么解释呢 按理说 我现在应该把话挑明 可又一想 我一挑明白 他俩再见着面子打起来 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故此云瑞 这脸上啊 就露出愁云 而且这眼神也不定 公也寿长是干什么的 一看 就猜出了白云瑞有心事 孩子 你不喜欢这冰刃 不不 我特喜欢了 那怎么你发愁了 你想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想 我是合计 这对冰刃太尊贵了 我呢 又是练刀的 恐怕呢 练得好双体 少跟我扯淡 谁交给你的刀 不是凌空吗 他是骗人的 疯疯癫癫的 交给你的能耐有什么用 你把练刀这事 给我扔开 这次为师回来 就交给你怎样练双体 只有把这对冰人练好了 你才能扬名于天下 懂吗 我懂 哎 云瑞啊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念微诗 交给你不容易 有什么话 你得说什么 你要背着我 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 可对不起老师 我对你付出的心血 云瑞一听啊 没办法 话说到这个地步 再要说谎 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白云瑞的那跪着没起来 把双脊轻轻往旁边一放 师父 那我就失说了吧 讲 怎么回事 他是这么回事 您可别着急啊 您也别生气 白云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 这话还没等说完呢 就建功也寿长 把桌子一拍 当时热玩就上来了 你之为好孩子 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 我一再告诉你 疯僧罪菩提 那是个疯子 被少林寺本的开除了 像这么一个人 你跟他亲近什么 他二次来找你 你就应当讲他 众出门外 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 师父公平 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 这好说 可是作为徒弟我 难办 不管怎么讲 我始终认为 林空大师没有欺骗我 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 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 就上这教我武艺 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 此事是绝对使不得 老人家 我把话已经挑明了 我不希望你们两方 为我的身上 再发生摩擦 口角乃至动物 那我就有罪了 师父 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 原来你别说了 我不怪你 你是个孩子 我主要的恨这风和尚 我非找他算账不可 这公野兽长 越超超声越大 越寒 掉越高 镇的这个前院 后院全听起来 仗这时候 这声音就传到后院 凌空和声耳朵里了 白福呢 在旁边陪着他 这白福就怕出事 云瑞在前面招呼 公野兽长 白福在这招待凌空 最好别让他俩见面 但是白福一听这声 也传来了 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 就听公野兽长的呐喊 吐驴 什么东西 你是个骗子 无人子弟 有种的你出来 我跟你算总账 凌空一听站起来 哎 白福 这谁吵吵的 鸡毛子喊叫的 哎哎 一个风子 是我们邻居 没您的事 来你喝水你吃东西 不对 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 那哪点话呢 他认识您吗 您别多心 说话之间 凌空就出来了 等来到前院 他就喊 云瑞 云瑞在哪了 白瑞挺坏的 怕什么来什么 一回头 和声已经到了院里了 没有办法 白云瑞赶紧站起来 冲着工业 受长一呲牙 为什么呲牙呀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云瑞一转身出来了 见着凌空 报全失礼 师父 您怎么来了 您赶紧请到后院 用什么 我给您准备 报 云瑞啊 屋里是谁 刚才骂我的 那个人在哪 没有 我怎么没听见 刚说到这 工业寿长一条链出来了 云瑞 咱那个戏啊 唱的现在结束吧 蒙着盖着 都不行 你闪退一旁 我正要找这风声算账 云瑞一看靠坏了 这个冲突 已然不可避免 他只好向两方面做一 这只白斧也跟出来了 急着满头大汗 二位老坚客 二位高人 有话好说 咱们到屋里谈 可千万不要动怒 任凭他们主仆 怎么解释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 就见工业寿长 飞神星 飘到凌空的眼前 用手贴指 吐驴 你又跑到这 行骗来了 老白姐跟你 何仇何恨 如今剩下 孤儿寡母 可怜都可怜 不过来呀 你是居心何忍呢 你误人子弟 又吃又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组仗 说着话 局长就打 丰僧罪 菩提灵空 往旁边一闪身 功也受长 这一张大功了 灵空气得 嗷嗷之叫唤 勒 阿弥陀佛 你还说找我呀 贫僧正要找你算账 云瑞是我徒弟 四个头磕到地下来 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 没有我的栽培 云瑞烟有今天 你半截腰 插杠子 又伸进一脚来 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 真是罪大恶极 死有余辜 贫僧 岂能终着 功也受长 今天有你 没我 有贫僧就没有你 你拿命来 老和尚说着 过去就是一张 功也受长 也不试着 用掌望上 双掌对在一处 就见灵空 往后退了三四步 功也受长 身子一摘位 也退了两三步 接着两人就打起来 把一队急的 在旁边一个劲坐椅 二位师父 二位师父息怒 别打了 别打了 都是为我 二位师父 别打了 他把嗓子喊哑了 这俩人也不听 打的一百多个回合 没分输赢啊 两个人 从头又接着打 云瑞一看 劝没用了 只好退在一旁 一开始 他这个心啊 像油烹的似的 时间一长呢 逐渐稳定下来 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进 仔细一看 这两人打的 跟别人不一样 灵空老和尚 使的是少林神掌 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 功也瘦长 实际是鸳鸯掌 两人一招一试 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 云瑞看得清清楚楚 怎么发招 怎么收招 招来了 我怎么还招 白云瑞脑筋一动 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 我光学了 怎么打对手 还没见过呢 哦 这么个打法 白云瑞都看呆了 最后都忘记 这俩老师是在拼命 一百多个回合 没分胜败 灵空虚晃一招 跳出圈外 功也瘦长 你挡着我的 仨脚往后院就跑 干什么去了 求家伙去了 时间不大 把宝刀金丝龙林闪电拼 拿出来了 功也瘦长 一看 吐吕 要跟我玩命 咱也有家伙 转身回了屋了 到屋 抄起 两斤双击 到院里 俩人又打在一块 方才动拳脚 那还差着点 这回动的是家伙呀 这是说着玩的吗 碰上就完了 先前一招一试 打得慢 后来越打越快 呼呼刮风 满院之中 全是凉气 把云瑞看得是 目瞪口呆 二百回合 没分输赢 功也瘦长 虚幻一几 跳出圈外 哎 林空 我可不是怕你啊 咱找个地方行不行 别在这打 这是住宅 再把无奈那给惊吓着 让府里的人看着 也不雅观 咱找个没人的地方 你敢去 迷途河 上天入地 刀山油锅 贫僧奉陪 好 你跟我来 功也瘦长 道题双击 迈大步 出离白府 林空在后边跟着 出了白杰港 奔西山就下去了 西山呢 就是白杰港的坟地 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埋葬 那是属于旷野深山 除了打财的桥府 一般人不去 这功也瘦长 把身子往前一踏 跟箭头似的那么快 三晃两晃就不见了 林空不舍紧紧追赶 进了山了 也见不着了 但说白杰锅 一看两个老师 打的这种程度 他真是着急呀 心说 不管怎么都 我也得跟着 杰锅提大袋 出离他们家门 也奔西山下来 一只年龙有俩时辰 没把白杰锅给累死 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 一看这二位 选了个宽处的地方 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 有片大树林 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营 栽种的苍松脆白 前边是一片开阔地 这地方练舞太合适了 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舞 等他撵到之后 前后心都湿透了 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 一个坐到南边 一个坐到北边 脸对脸正在那儿 闭目扬身 就见风僧醉不提凌空 直晃突脑胎 大概练气功 功也瘦长 那块也直晃动身子 云瑞望他们二人当中一跪 二位老师 别打了 你们再要打 我宁愿这条命 我不要了 我就碰死在坟地 风僧醉不提凌空 把眼睁开 云瑞啊 你这是何苦的 孩子你受骗了 全怪为师 庙上有点事 吃回了几个月 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 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 我能答应吗 云瑞你给拼拼礼 老师我骗你们 他张口说我是疯子 闭口说我误人子弟 孩子你说 我耽误你没有 嗯 这个礼讲不清楚 我跟他不能玩了 功也瘦长 也睁开眼了 云瑞 你过来 我问你一句话 我教给你的 是不是真材实料 我对你有没有虚假 可这个突驴淡脸 他不认诈 你叫我怎么说呢 只好无力相当 脸又睁开了 云瑞说这么办行不行 二位你们不打 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 李陀佛 那也好 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 你到底拜谁为师 你要拜了我 不承认他 咱就不答了 功也受长 点点头 对 我也同意这么办 云瑞啊 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 把这丰僧撵走 我们就不打了 白云瑞一听 我还死不过 我怎么说呀 把云瑞急得直拽 这两个人站起身来 又要伸手 就在这紧急关头 就听树上 有人说话 无量偏尊 你们二位变正了 你们谁也不配 做白云瑞的老师 他真老师在这儿 你们还不给我后退 白云瑞一听 好像没气乐了 心说我成宝了 都抢我 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 虽然没见着这个人 云瑞听说话的声音 鸣鸣的 都带钢铁耳 这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 甩脸往树上观看 就见这个人一分数差涮 飘落在地 白云瑞仔细观瞧 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 平顶身高 九尺挂樱 头上戴着白灵色的道棍 法级高 金三别领 在道观的前面 戴着宝石的帽照 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 圆领大肥袖子 腰记姓黄的水火丝韬 胖袜云鞋背背宝剑 往脸上一看 这老道长得可真净啊 年轻的时候不用问 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别看年纪大了 病发皆白 仍然英俊不见当年呢 这脸蛋不但是白 还是痛红挖亮 都骑薄晒 两道八字利剑 没一对单凤眼 通关鼻梁 方海口 通红的嘴唇 那么大碎出来 牙齿洁白又整齐 一颗不少 特别使白仑瑞吃惊的 就是这位道爷 两个眼睛亮得 好像两盏金灯 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 道爷来在下面 用手点指凌空和功业寿长 哼 你们两个无耻之徒 还值得不值得天下 有羞耻二字 白云瑞 什么身份 能拜你们两个卫士吗 你们真是铁言不知耻 算了 谁也不要争了 也不要打了 这孩子 归我 啊 那两位一听气坏了 他们俩之间的矛盾 就算解决了 全冲这老道来了 就见凌空把秃脑的一晃 阿弥陀佛 你哪来个杂脑啊 你也插进你腿来 贫僧欺能跟你善罢甘休 你要能把白云瑞给夺去 可以 你得拿出几手来 功也受长也说 对 老道 你要说你是白云瑞的师父 你得露一露 你真比我高 我自动就让步 不然的话 你今天就走不了 说着话 这俩人同时开始记忆 一天以后 把这老道困在当中 白云瑞一看 傻到这儿了 不知道怎么劝好了 你个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 也是一片好心哪 要守自己为徒吗 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 正在这时候 三老就站在一处 这一打 白云瑞可开了眼了 一朝这老道 发招 抬腿 身法特快 一个人 比这两个人 毫无惧色 而且谈笑风生 那个自然劲就崩提了 一开始一朝一世 云瑞看得清楚 到了后来 打得太快了 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 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 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 打得日头平息 您说这打了多长时间 好几个时辰 最后也没分出输赢了 可是打来打去 就见凌空飞身形 跳出圈外 往地形一坐 算算了算了算了 哎 哎 可怕我累坏了 得得得得 这信眼的字就结束 宫也寿长 望下一退 飘虚然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 把我也累散架子了 行了 这就够巧的了 宫也寿长 也坐下来 脸上都现出笑容来 那位道爷 也是粘然大笑 无量偏尊 哈哈哈哈 多谢你们二位出力 云正一听 这怎么查这是 我这上了年岁的人 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 刚才吹胡子瞪眼 打得简直跟仇敌似的 怎么眨眼之间又都乐开 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云锐正然发了 凌空从地下站起来 拍拍云锐的肩头 孩子 你不懂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懂 我都糊涂了 哈哈哈哈 好孩子 实话对你说 贫僧也不配做你的老师 工也寿长 这老家伙也不配 你的真正老师 就是这位道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